讓這骨頭 等這骨頭進去吃的 你看,湯把刀抹得好快,是吧 今天我們這裡 有一個鄰居 他們家結兒媳婦,結婚 有一對新人要結婚的 正式婚禮的現場 我和淘姬公 昨天其實已經送禮了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 送禮是頭一天晚上送禮 然後第二天正式婚禮的時候 有一頓中餐 在婚禮之後 現在我跟淘姬公 兩個人到婚禮現場 來感受一下 我們這邊婚禮的熱鬧 你看,他們這個新人結婚 好多人給他們 在那個就是 街上的樹和電線桿之間 給他們打了好多標語 祝周學偉先生 陳錦女士 新風快樂 早上櫃子 百年好和 什麼歸航汽車工作室 這是婚慶禮 這是婚慶禮 在他們門前 搭的一個婚禮的舞臺 今天特別冷啊 因為昨天下雪了的 喜劫良緣 百年家偶 共天成 一世良緣 同地 我要去看看新娘子 它也在一起 周西蜘蛛 不離 要照顧到那裡上下戲 我們這個上牛那裡的 大利都是 人很多 周圍應該都是 我們當地的一些居民 OK來,我們的新娘轉過身去 按 現在是新娘丟手捧花的閩子 你来闪123好不好 然后我们的捧花往后抛 123 你这算内定吗 没有 这就是美丽的新娘 来宾走上了舞台 我们来看看鞋的洞比较大 今天我把抛几屯 特意拉上抛几屯 一起来 这是开始的裹盘 我们这个鞋还没有人呢 我们这个鞋是四鞋 这边人还怪多的 坐鞋啊 坐鞋不该喝酒 喝了酒现在活着真的好难受 老娘说我这是打摆子 打酒摆子 不知道什么是酒摆子 坐鞋吃又吃不好 今天吃个鞋 从12点去等到了3点 人太多了 吃鞋就是这样 你想要坐到比较好的位置呢 太难了 要么就是那些人呢 坐得都不认识 你坐那儿呢 很压抑 想要跟自己朋友坐在一起呢 他人又多 相当于就是特别紧俏 他洗少人多 哎呀第一年没吃到 然后我们就第二年吃的 哎 反正吃个洗太困难了 现在我酒也洗了 洗了之后呢 肚子太饿了 刚好老娘她昨天或是切的有排骨嘛 我们来煮点排骨吃 我们做排骨火锅吧 类似于那样的 因为家里有青菜 排骨洗干净了 这个就是一个汤锅 我们在这里面煮 哦 看 这个是有两层铁盖子 两层铁盖子之后火才大呀 就这个 看 因为这个腊肉肥的比较多 油比较厚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清水来煮腊肉 这是辣排骨 排骨平铺均匀 盖上盖子 首先要让它开锅 这是土猪肉啊 所以什么焯水啊 都不用 再加上它是排骨 我也不想加其他 杂气杂瓦的佐料 用吃席啊 喝酒 把人喝得非常燥 虽说吃席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 就要看客人多不多啊 像我们这次他们的结婚 客人实在是太多了 吃个席 想做上席 太困难了 我们今天就是 我早上起来 然后我就想着 多睡一会儿 睡到十点起来 然后直接去吃席 好 我们就 十点就到那儿去了 是吧 老大中午十二点吃第一林 结果没坐上 一直等到下午两个点呢 才坐上 坐上呢 遇到朋友 又要喝酒 哎呀 这狗的人 又不 喝酒 然后又不舒服 啊 就是这种状态 好 煮开了 把它炒一下 肉饭动一下 闻到香了 一闻到 继续煮 今天我们就算是吃一个腊肉排骨火锅吧 把家里有的青菜拉过来涮到这个汤锅里 这个是铜蒿和菠菜 这是一点薄鱼豆 鸡公 你爱的香菜 好 看 还有一个土豆粉 上次我们吃火锅剩下的一点 今天都煮进去 我再塞点大火啊 啊 怎么吸一了 对啊 火不能吸 不是 这个灶里面 要先把它翻一下 像这种柴 侧着 看这火什么就干了 嗯 对 要侧着 OK 我给你盖出 盖出 把你捏的腌子出来 嗯 先盖出 前前后后煮了 有一个多小时啊 肉肯定是熟了 现在的话我们准备下一点黑菜进去 可以 把那个吧 摸鱼豆腐 肉熟了我拿一个吃啊 你下 拿吧 可不及待 下 我给你烫点这个 叫什么来着 香菜 香菜来了 小黑豆腐来了 香菜了 嗯 是吗 小刀 肉肯定是好了 是吧 好 来 依然先加一口 给 嗯 嗯 奶奶去拿柴去了 该加一口 藏在这个下面 鸡公我给你加一口大的啊 没事 随便就行 好 这个怎么样 可以 好 嗯 小刀来 给你加一个带骨头的 怎么样 好吧 但是我不想吃肥肉啊 嗯 好的 我找个小 嗯 排骨 今天吃席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从澳门回来的一个兄弟 啊 他在澳门读博士 嗯 我们这边人基本上都养了啊 基本上全部都养了 但是他却没有养 后来你知道他怎么说吧 他怎么说 因为他打了一种疫苗的 叫做辉瑞 他打的是辉瑞的疫苗 所以他没有养 跟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也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 他好牛啊 他打了一针 德尔塔的 然后又打了一针奥米克隆的 所以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都养了他没养 看来那个辉瑞的疫苗啊 是吧 好厉害啊 是啊 我上次大半夜还在武汉 炕了肉馍 你看 这是老娘做的 跟我做的差不多 哈哈哈 我不会做这个 挺好做的 就是加点苏打粉 揉一揉 嗯 稍微醒一下 把它炕成了就行了 奶奶把磨磨磨 揪成了这样的小块 感觉好像西北洋 我都去安阳肉 不好磨 嗯 我喜欢这样的 今天是小年了 今天 24啊 嗯 我们这会儿 我们24 我们下午了 好 小大 肉吃好了没 嗯 吃好了 其实好大一盆排骨 因为这个猪比较大 比较肥 所以一大锅 我们四个人 还吃了那么大一盆青菜 还有这么大 嬷嬷 哈哈哈 吃了又暖和 吃了又舒服 那边又逃好 菜什么都自己忘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